晚间新闻 欢迎你回来 盗取新展集团存户提款卡资料的两名马来西亚籍嫌犯 今天在拥有伪造提款卡器具的罪名下被控上法庭 相信至少还有两名同伙仍然在逃 记者 吴良祥报道 27岁和39岁的马博嫌犯 就是在牙龙22项这家旅店落网的 记者向旅店负责人了解了事发经过 这些是执法人员从嫌犯旅店客房内收获的翻案工具 其中 针孔摄像机就装在类似长尺的特制平板上 以便安装在提款机上偷拍存货的提款密码 持社交准证前来我国干案的老修费和Peng干事 早上被控拥有伪造提款卡的器具 以盗取新展银行存户款项 两名被告一个高大 另一个矮小 一个头发茂密却凌乱 另一个头发稀少 两人面控时一直低着头 面无表情 控状显示 事案人也包括亲优碰和其他身份不明的人 他们至今不知去向 一般相信 亲优碰一伙人 同两名被告都是跨国犯罪团伙的跑腿 伪造罪名依然成立 可判坐牢最长十年 或罚款或两者监视 另外 新展集团被到提存户增至696个 赔偿金额也增加到近100万元 新展媒信用记者 吴良相报道 新展集团宣布更多额外的防护措施 保护存户款项不会遭盗领 从即日起 集团属下用户的提款卡 如果自2011年7月1号起 就没有在新加坡以外使用过 将不能够从海外提款机提款 除非存户事先通知银行做特别的安排 存户也可以调低每天的最高提款额 作为额外的保障 而要通过提款机盗窃 歹徒需要盗取公众提款卡 词条里所储存的账户信息 以及提款卡的密码 本台向资讯保安专家了解了 公众提款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 在提款机上动手脚 有几个可能位置 这就包括放传单的架子 月卡器 散光器和键盘 歹徒很可能从市面或网上 购得摄像头和假的提款机部件 然后安装在提款机上 用来盗取资料 繁忙地点的提款机最容易成为 歹徒下手的对象 而歹徒也往往会在附近徘徊 专家建议公众要熟悉提款机的外观 和操作感觉 使用时检查是否出现不寻常 输入密码时应该用手遮挡 另外尽量使用相对安全 比如银行里的提款机 同时还要时常检查账户 最后专家也提醒 公众通过AXS和SAM机器脚腹账单时 同样会使用提款卡 而这两类机器 并不配备一般提款机上 设有的防盗装置 很可能成为歹徒下手的目标 环线地铁